國務院早前任命 原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 接替駱惠寧擔任眾聯辦主任 酒馬上任緊一日的他 今天透過視像發表新春致詞 和大家拜年更提出香港增強輕動能的三點想法 當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正在波廊壯闊的展開 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韧性和活力 以得到實踐的檢驗 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 將為世界經濟復甦做出更大的貢獻 為香港足夢者大顯身手 提供了廣闊舞台 與祖國同行 把香港的未來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局中 去謀劃推進 香港新的空間就無限廣闊 就始終擁有戰勝風浪挑戰的信心和底氣 讓新的動能更強勁 需要我們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作 在鞏固獨特地位和優勢的過程中 提升核心競爭力 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的優勢 背靠祖國 連同世界 擁有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 保持普通法制度 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等等 這些都是香港的獨特優勢 近日香港市民盼望已久的正常通關已經實現 與內地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在全面恢復 新階段增添新動能 在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增強國際吸引力 在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競爭中提升比較優勢 做好發揮香港所長 貢獻國家所需這篇大文章 讓新的動能更強勁 需要我們始至不移幹事創業 在團結奮鬥中凝聚強大合力 今天香港已逐漸遠離泛政治化的漩渦 愛國者治港的社會基礎更牢牢 我們要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治的局面 堅定維護憲法 基本法確立的特區限制直序 只要把香港社會隐藏的巨大創造力 充分激發出來 前行的道路上 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沒有攻克不了的難題 新的一年 中聯辦將依法一如既往理直盡責 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與社會各界和市民一道 共同推動香港走向游至即興 祝廣大市民在新的一年 錢包股股 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心想事成